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很多人都很喜歡拿著一杯熱的朱古力來喝 他們覺得喝了一杯熱的朱古力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鬆情 尤其是在外國 尤其是在很冷的天氣 早上可以拿著一杯熱的朱古力去喝 那時候心情也好很多 分別在於有些人覺得 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咖啡才行 但似乎咖啡太刺激了 其實熱的朱古力的作用可以在哪裏找到呢 那時候你會看到 一些漂亮的酒店 在床上會給你一些朱古力 朱古力糖給你吃的 也有些人習慣了 尤其在我們在外國的時候 生活、讀書的時候 經常都會發現 有些去那些滑雪區 一到滑雪區之後 第一件事就喝一杯熱的熱熱熱的東西 通常我們都叫做喝朱古力 但是近來現在開始 那些人就用另外一種的飲品 其實我們叫做Coco 其實可可糖也是朱古力 那分別呢 分別呢 分別呢 其實我們都是用可可豆做出來的 Coco或者有些叫Cacao 可可 其實它是用低溫的方法去處理它 所以那個味道就會濃郁 而我們一般要做朱古力的時候 就相對要將那些可可豆用高溫焊焙的方法 來發揮到朱古力的效用 那個味道 所以兩者有分別 一個就是用低溫 就是那個Cacao或者可可的就是低溫 朱古力就用高溫處理那些可可豆的 分別就是在這裡 所以有時候在我們的健康店 你會看到它們通常售賣是可可粉的 是 不是那麼多朱古力粉的 其實可可粉的主要有效成分 因為它的製作沒有那麼高溫處理這個 就會更加好 雖然它的味道可能沒有朱古力那麼香 那種朱古力味 但是那個有效成分是更加高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健康店買的 都是用一些可可粉 就是Coco Powder 那可可粉在健康上有什麼作用呢 近來有很多研究 發現可可是很明顯可以幫助我們 一個健康的血液循環 減得血壓 減血壓 那個問題 那就是糖尿也很幫助 那最重要呢 原來它是補腦的 OK 那我知道這些朱古力 包括可可 是會改善血液入我們的腦 改善我們的養分的吸收 和改善我們的認知的能力 那所以呢 很多科學家認為 其實這個應該是可以 很大的機會呢 是可以預防老人腦退發 又浪費了這個樣子 那有些人呢 就發現呢 就是早上喝些可可 就是那些黑巧克力 就是可可那類的飲品 就好過喝咖啡的 因為始終呢 咖啡呢 是會令到你太刺激的 有些人呢 就算入口喝了之後呢 都夜晚一刻呢 都睡不到覺 是 是 就是不是 十幾小時 都好像很興奮 睡不到覺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呢 都用黑巧克力 或者用可可呢 來代替它 好了 那主要有效的營養成分 在可可呢 是一種叫做flavonose 就是黃碗唇 黃碗唇 那這種營養成分呢 就是增強你的努力 那些科學家認為 這個效果在這裏 那當然啦 除了這個黃碗唇呢 還有其他一些的營養 有效的那些物質 在這裏 那我講回最近一些新的研究 那其中有一個研究呢 就用60位下 炎長的人 他平均年齡73下 你記得 還覺得年紀大 那呢 就每天呢 就喝兩杯 那個黃碗唇 濃度高的 的可可 OK 所以可可粉 有時候也要看質量 是是 很高的濃度 黃碗唇的濃度呢 就喝 那一天喝兩杯 喝一個月 嗯 OK 那其中呢 就有十六位 十七位呢 就是已經腦袋 已經那個血循環 入腦袋 已經出現問題的人呢 百分之八十八 就是差不多 十個有九個呢 就已經改善了 那腦那個血液的流暢呢 是改善了 還有你記憶力那個測試啊 還有思考的測試呢 改善了的 那當然他的 改善那個不是太多 差不多低於十個%左右 不是太多的 但是你記住呢 這個只不過是用了一個月而已 嗯 還有呢 對這些這樣的老人家 任何的改善都是一個好處 是沒錯 那好啦 如果有疑似這班人 對一些其實他的腦正常 就是他的腦血流暢是正常的人 血液流暢是正常的人呢 那只有百分之三十七 就是不是說十個有九個 就是有改善 血液改善 那就是他本身沒什麼大問題的人呢 其實都有改善的 但是因為都說的是七十三歲的老人家 平均是七十三歲的 是啊 就是他那個血流量 就是他的血流量 當然當他正常這樣 但是都會再改善的 是的 還有他那個認知的能力呢 是再改善的 嗯 嗯 那就是很明顯 就是這些問題越嚴重的人呢 就改善越快 那你想想香港 就是我們在病人裡面 也有很多 遇到這些病人 帶他們的家人 父母啊 真的有些是老人退化得很快的 那當然了 朱古力飲品啊 可可飲品呢 就不是香港人的常飲那些東西 沒錯 所以變得有時候 就要老人家要改善 就是那個飲飲的習慣 那那個研究裡面 還可以看到些什麼呢 譬如做在那個MRI 他主要是說那個 即是精神測試 是不是 智力測試 當然很明顯 那個血液循環 那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MRI看到的 那個那個 那個磁力共振 可以看到的 那發現呢 就是如果我們那個 那個腦那個血液循環差的時候呢 很明顯呢 就會令到 腦那個會受損的 OK 那如果改善我們的 腦的血液循環呢 當然呢 就可以刺激我們 腦細胞的成長 即是重生 重長 也都可以製造一些 新的腦的細胞 那這個呢 我們叫做腦的再造 就是會有這個效果 就是血液循環很明顯的 那另外哈佛呢 有一位教授 那都發現呢 即是呢 我們的身體的 不同的地位 那個腦 不同的部位呢 是需要 有些不同的能量的 那當然呢 這些能量 即是如果你的血液流量好呢 那肯定這個流量呢 是供應得更加好 那這樣 那就是很明顯的 這是一個扮演好 一個挺重要的角色 對於老人癡外症這個問題 那另外有一個研究呢 即是早前的 就是早過那些 那些期的研究呢 那他就用一些 三十四位健康的人 那他們年齡呢 就是介乎 五十九到八十三歲 那呢 那叫他們每天喝兩杯 特別高 高那個 那個黃碗醇的可可飲品 那他已經知道到 那個黃碗醇大概呢 就是每一杯裏面 有四百五十一個毫克 四百五十一的黃碗醇毫克 那他只是呢 一個禮拜之內 一個禮拜之後呢 那那個腦呢 那個腦呢 那個腦的血液循環 入腦呢 是增加了八個percent的 兩個禮拜之後呢 是增加十個percent的 那就是很明顯 就是有改善 那但是呢 他用一個高的 高的濃度 那另外一個研究呢 就用在有九十位營長者 那他一些輕微一點的 智障的問題 那就將它分為三組 來到每日喝可可 那當然呢 他的成份呢 就是那個黃碗醇的成份呢 一組是有成 一杯有九百九十個毫克 另一組是五百二十 另一組是很低的 四十個毫克 那這個研究了 是八個星期的 OK 那當然呢 在實現之前呢 他先做一大串的 那些問答測試 就是看一下他的記憶 看他的集中力 語言能力 那個事事方面 事力的能力 還有呢 就是 語言方面 還有呢 就是那些 就是做一些簡單的工序 的改變 那就是之前和之後 那發現呢 如果飲用中度或者高度 就是九百九十 那個毫克五百二十 嗯 很高的 就是中度呢 已經多過低的那個成十倍 那麼多 那發現呢 是一些 中度和高濃度的可可的飲品裡面呢 他們的改善呢 在一個 就是短暫啊 長期的記憶力啦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一般的運用的 日常生活的記憶力啦 還有那個 處理 啊 治療處理的時間啦 整體來說呢 是都改善了的 嗯 OK 那還有呢 他那個 餘肚素的問題呢 都改善了 那就是說 對糖尿都有幫助 是 減低那個 血壓 OK 那還有呢 是減低我們那個 游離肌的活動的 嗯 我常常都很強調啦 就是當我們身體出現那個 血壓問題呢 其實呢 是一個身體的一種 正常的反應 就是身體是很明顯需要的 需要一些高的血壓 是把那些血壓 是放入腦裡的 嗯 那如果你強行用藥呢 去減低你的血壓呢 那其實呢 你的腦的那個 血流量會減弱的 嗯 那你看一下 當你的身體的可可 把你的血流量改善了 你的身體就覺得 不需要那麼高血壓 是 明白 就是看著要了解 我們遇到高血壓呢 記住呢 是要盡量去醫治那個 高血壓背後 為什麼 是 背後就是我們的血流量弱了 所以你就不是要用這個 按那個血壓 是應該呢 把血流量增加 那你的血流量改善了之後呢 那你的血壓就自動會減低了 OK 我自己個人覺得呢 其實身體是這樣發生的事 在研究實驗發明呢 也是啊 發明可可有這樣的效果 因為主要呢 是它將你的血液流量改善了 那也是我們很多的 改善我們的智力功能 好了 那這個是我們功能上去看到的分別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經常去用 就是看那個老人癡癌症呢 會出現一種 我們叫做 Amyloid Plaque 就是 澱粉氧蛋白斑塊 就是這些斑塊呢 就是這些斑塊呢 是會 通常呢 出現那些有老人癡癌症 Alzheimer 是一個指標來的 好了 那這個研究呢 就是用三種不同份量的可可呢 就是用在什麼呢 用在一些老鼠那裡 就是它的老鼠那裡呢 是令到它呢 是令到它呢 是出現好似老人癡癌症 那個Alzheimer的 那用這種的東西 看看呢 這些食物呢 對那個 那個所謂那個 那個 所謂那個 那個 澱粉氧蛋白斑塊呢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效果 OK 那知道了 這些Amyloid Plaque呢 這些這樣的斑塊呢 是防止 就是會 妨礙我們那個 腦細胞之間的 是 是 那令到我們訊息 傳遞出現問題呢 那也都會製造一些的 有害的發炎的 那這些就慢慢會導致 我們那個認知力下降的 那好了 那這個研究發現呢 只有那個份量高的那種 那種flavonoid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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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碗醇 越高的那個呢 才可以減止 阻擋 這些這樣的物質 這些斑塊形成的 那所以呢 在我們的 那麼多方面的研究呢 其實可可呢 最重要的是 有些是 高flavonoid 高黃碗醇的成份 的可可 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那所以呢 那個可可的質素呢 都很重要的 是是是是 那其實這個呢 都是一個 挺好的 就是一個很突破的 一個研究 一個發現出來的 就是 就是可以一個 這麼好的飲品 很簡單的一個飲品 也都就是 比較容易找到 也都是 多人喜歡 那它有很多的功效的時候 就可以呢 能夠呢 可以擊退了這個 就是 腦退化這個 這個情況 其實就不單止 會改善了那個 血壓 糖尿 那些問題 所以這個應該 希望我們的聽眾 聽了之後呢 以後就可以呢 將他們一些 的 不是很健康的飲品 那就改用這個 這個 高濃度的可可飲品 讓大家都可以 有健康的頭腦 那我覺得可可呢 應該是比 朱古力 在這種的成份 會比較高的 所以看到 現在的人是選擇 飲可可 飲品 就不是再喝朱古力了 沒錯 好 今天多謝了 余醫生和我們分享 我們分享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余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余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回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三個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的了 好 今天謝謝你 余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